台南的藍賽塗裝置藝術被刷白 讓許多民眾都覺得可惜 其實這個裝置藝術在台東也看得到 同樣出自藝術家劉國昌的創作 隱身在台東市成品台東故事館後面 因為很少人知道 民眾偶然發現都有驚豔的感覺 你們看到之後你感覺怎麼樣 覺得東西都顛倒 而且是立體的 感覺還滿有藝術氣息的 很不一樣 在這個城市有這種地方感覺很舒服 對 閒置的地震事務所舊址高雄的牆面上 大片的藍賽塗就像台東的天空和太平洋的原色 而騎上藍色的腳踏車裁縫車十五 自然的融入在藍圖中 那現在這邊已經是全台唯一有藍賽塗的地方 那你會希望藍塗就去保存一下嗎 會 我覺得一定要好好的保存 而且避免別人去給它破壞 對啊 這麼漂亮的地方 好像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就破壞掉了 喜歡裝飾藝術的民眾在台東 你也可以看得到 東南新聞 陳金雄 楊國柱 台東市 昌宏報導